如果你和我一样未满18岁,请不要订阅该频道。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。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百名AV女优故事的第十九集。 本期的主人翁,算不上暗黑界的天后级人物,甚至连奖都没怎么拿过。 但是她却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女优,她就是菲奶光。 菲奶老师出生于1986年,在2005年的时候还在读大学的她, 被老牌厂商水晶影像发掘。 同年的七月份,正是与AV女优的身份出道。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,菲奶老师的脸蛋长得很一般, 脸型比较圆,眼睛也不够漂亮,再配上她那大嘴巴, 感觉和传统的日系美少女相距甚远。 可我本人的感受恰好相反,我正是因为菲奶老师的脸蛋所吸引, 感觉她很接地气,就如同你身边的某位朋友一样。 虽然菲奶老师的长相有一定的争议性, 但是,她魔鬼般的身材就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她在暗黑界立足的关键。 90公分的机罩杯,外加细腰长腿, 虽然只有155公分的身高, 但却显得非常的修长。 再加上白皙的皮肤, 这些条件都足以让她受到水晶影像公司的力捧。 水晶影像虽然是一件老牌的片商, 但是财力比起一线的那些,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。 即便水晶影像在菲奶老师身上, 投入了大量的资源, 把能用的招式和能拍的体材, 在她的身上都招呼了一遍,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。 菲奶老师在水晶影像的这段日子里面, 作品虽然拍了很多, 但始终都是不温不火。 好在金子总有发光的时候, 水晶影像为菲奶老师所做的一切, 引起了知名厂商Mudis的注意。 他们一眼就相中了菲奶老师那可塑性极强的身材, 于是财大剃出的Mudis二话不说就牵走了她, 并且第一部作品就开始了重金宣传, 不出意外, 一上市就获得了强烈的反响。 不过话又说回来, 无论是在水晶影像, 还是在Mudis, 菲奶老师走的路线几乎都是差不多, 无非都是痴女, 凌辱为主, 但是平台的差异, 使得受到的关注度也有很大的区别。 对于菲奶老师而言, 加入了Mudis之后, 就等于天高任鸟飞了, 靠着巨大的凶器和强壮的身体, 她在2008年到2010年3年里面, 化身为发片神器, 攻占了观众朋友的眼球, 以及各大平台的排行榜。 到了2013年, 菲奶老师在博客上面宣布隐退, 并说, 想和人生中很重要的人一起度过今后的日子, 看来结婚的可能性很高了。 只是到了今天为止, 她都没有正式的宣布自己结了婚。 从目前来看, 她还在AV专门的夜总会, Red Dragon工作, 至于其他的动向就非常的少了。 根据菲奶老师在采访中所说, 初次体验是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, 八年的女优生涯, 菲奶老师一共演出了820多部作品, 已经算是非常高的产量了。 但是说句实话, 到了最后的一两年时间里面, 她身材走样还是比较严重的, 发福明显, 这或许也是她离开的原因之一吧。 不管怎样, 希望她都能如自己所说的那样, 今后的人生, 和自己重要的人一起度过。 好了, 本期的内容先到这里, 我们下期见。 如果你和我一样未满18岁, 请不要订阅该频道。